好,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隔代和文化教育 我们非常非常有幸邀请到美国第一位华裔多余儿童作家、艺术家李基老师 他同时也是国际教育频道的节目总监 还是哈佛大学儿童发展和国际服务教学大使 并且哈佛教育论坛以及欧美教育媒体的客座嘉宾 曾经他还任教育美国牛顿公立学区和新英格兰的多所高中中美文化和世界和平教育使者 我们非常非常热烈欢迎李基老师做客我们的教育论坛 欢迎李老师 谢谢,谢谢文静 大家好,谢谢亲子教育论坛的邀请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深度和广度的平台 我看过你们几期的节目 也听过几个不同的家长分享 质量深度都很不错 你们所谈的能从根本上和最深的层次帮助到很多家庭 那大家很多都是家长 所以我们大家沟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就直接能够影响到孩子的一个quality of growth 那在这方面也可以给家长很多育儿方面的鼓舞和guidance 能够更远地照亮我们的心 我也很开心 很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观点和看法 谢谢李老师的肯定 把我们夸的 我们尽量去做 尽量去做 尽量做好吧 是是是 李老师 您是华裔 出生在中国 生活在美国 您认为哪些西方育儿理念 值得中国人学习 或者是哪些是中国特有的育儿理念 值得我们西方人学习 不是我们 值得西方 他们西方人学习 这个话题非常大 如果真的要讲得深的话 可以 可以有一个很系列的一个深度讲座 那简单的 简单的那个summarize 在西方社会呢 父母更注重孩子的individualism 那就是一个独特发展 和个性发展的一个quality 那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那在东方文化里面 更多的是collectivism 和集体主义的一个思想 包括家庭里面也是一样 其次呢 就是时间和成长计划上的不同 西方的家庭呢 它更注重孩子 兴趣的发展 和一个vertical的growth 有的时候并不是按照 就是原生家长的计划 或者他们的时间期望来进行的 八苗助长 我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表示的话 在西方的很多家庭里面 他们比较against 八苗助长这样的一个philosophy 那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孩子 他自己的一个感受 一个feeling 和他们的想法 和他们的thoughts 而且在这个感受 想法的过程中 还要有一个交流的过程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About privacy 和balance 那在中国文化里面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相对 会亲密一些 如果在前期 掌握的好的尺度的时候 相对会亲密一些 那父母的自我牺牲感呢 要比西方的 国家家长 要强得很多 因为我们 很多时候 真的是把自己的精力时间 全部都放在 带娃身上了 那我们强调孝顺 尊老爱幼 同时也很具有家庭感 和集体概念 比如说光宗耀祖 那这个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文化的差异 那当然 若非中西度对比的话 不是谁的理念好的问题 而是就是说 这个度是怎么把握的 也就是这个balance 平衡度 这个balance art 英文叫做 那比如家族感 集体的概念强了以后 那么我们的自我意识 就会相对来说弱些 如果是自我意识太强了 那可能又会 走向另一个极端 比较不在乎 别人的感受 所以 父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呢 如果过于亲密的话 可能孩子就会 失去自我的一个认知 和失去自我的空间 但是如果保持过多的 自我空间呢 这种亲密关系 可能就没有一个 一个sustainability 就没有一个长期的 一个lasting 所以我相信好的一个 平衡的育儿理念呢 好的家庭关系 也就是平衡的家庭关系 不论是在哪个国度 他们各个方面的do balance都把握的到位的话 恰到好处 这真是一个 一名艺术来的 对 哇 李老师分析的确实到位 大多数情况下呢 是我们要对这个do的把握 不管亲密关系啊 还是个人空间啊等等 这些确实是一个艺术 刚刚您讲到了 中国的这个校道文化 要孝顺啊等等 那您的孩子 在西方文化下长大 您对您孩子的校舍 是怎样看待的呢 中国传统的校道文化 是非常好的 也是历史悠久的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呢 这个意义和定义 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变化 那由原来的 仅仅指孝敬父母 推延到整个大的校道文化 其中我们常说的孝呢 还有孝敬孝顺 都是指子女对孩子养育之恩的 一种回报的最好的一个描述 但在生活中啊 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 那所受的教育 也不太一样 参次不齐 所以每个人 对这个词的理解和定义 和理解的程度 就不太一样 很多家庭矛盾的冲突呢 就是残余 就是出自于残余 彼此对孝顺和孝敬的定义 和理解不同 而且有时候 就算理解一样的话 深度可能也不一样 所以比如一些比较偏极端的父母 就会认为你是我的孩子 那你就是我的property 就是你是我的财产 你是我的一切 那你必须听我的 因为我生了你 对吧 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然后你才是孝顺 或者是一个比较孝敬的孩子 那否则呢 你就不是一个孝敬的孩子 就不孝 那我是你的妈妈 那当然也是女儿 那我父母 那像我的话呢 用我自己举例子来说 我父母亲吃过很多苦 上山下乡 所以有很多 很多difficult time 在他们的人生里面 所以理解他们 也是一个过程 但要他们来理解我们 那就更难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呢 我可能就是好像不是很顺 但这个孝的话呢 我尽量就是说 在原则上面 我觉得就是说 对他们是积极的健康的 我都会 我都会 都会就是 encourage 鼓励的 所以 但小时候 如果没有好好听 父母听的话 他们可能 就会说 你这不孝顺 对吧 就是unrulable 英文叫做 所以说 我也逐渐调整 我对孝敬和孝顺 这个理解和定义 尽量的就是能够 从父母的角度 出发 但是 并不是说 他们讲的 我都会听 或者都赞同 就是英文 有一句话就是 你可以 disagree 和 being disagreeable 但是你不需要 就是 有conflict 所以呢 我也逐渐的调整了 这个定义和深度 和理解 所以对我而言 如果孩子没有 做出伤害自己 或者他人的事情的话 尤其是没有伤害到家人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比较宽层次的一个孝顺 嗯 是是 我从您所说的 我自己体会是说 要对彼此尊重 然后不互相伤害 那就是母慈子孝 嗯 对对 那您是如何看待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呀 嗯 关系到哪 这种关系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 就是父母跟孩子的这个关系 就在上一期 你的分享里面 讲到 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境界是 父母和子女关系 最高级的一个境界呢 那当时我们交流了一下 是给孩子留下一个爱的种子 那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很精华的一个summary 那我当然喜欢 人能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能够让孩子 在心中有一个爱的种子 慢慢成长 那如果不能 退而祈求次的话 比如说 对我而言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理解 无论我用什么方式 我的出发点 都是爱他的 让他能够从我 这里感受的安全感 和信任感 那可能有时候方式 他不一定就是 完全同意啊 或者接受 那先同意 他才能接受 所以如果同的不同意的话 那还有一个 negotiation的period 尤其孩子 我们叫做三岁看老 七岁看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所以孩子在这个 和父母亲沟通的过程中 就是一个constant negotiation 他们是很会谈判的 而且很多时候 父母亲可以和孩子 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 他们怎么处理 和我们的关系 从而我们来学习他们 所以有时候孩子 成了我们最好的老师 所以我觉得 只要是他能够 就是真正 在沟通过程中了解 我的出发点是爱他的 然后他能够感觉到安全 和我沟通 然后信任我 尤其是当我用我的方式 他不太喜欢的时候 所以他能够理解 这种方式 虽然他不喜欢 但是最终是对他好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有个平等沟通的关系 就是一个很好的foundation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我们的关系中 我希望我们彼此都意识到 自己的不完美 对吧 所以彼此接受 彼此的不完美 我们才有一个 比较平等的沟通平台 这样关系就不会 有扭曲 不会有不必要的焦虑 和压力 同时呢 也不会彼此施压 而产生各种心灵的扭曲 尤其是在孩子 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是是是 所以我非常同意您说的 那个关系的处理方式 一定要有那个 有效的沟通 是不是 还要承认 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父母不完美 孩子也不完美 我们不能要 孩子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 我们要做的怎么样 让孩子 是的 那您先生是西方人 在育儿过程中 您夫妻二人 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 你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这也是可以 成为一个系列讲座的话题 因为我们今天讲座 提到的是跨文化和隔代 所以这两个都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现在在24th century 由于diversity的development 那开始的时候呢 我先生他会经常说 我的父母就不是这样对我的 那他经常会用 就是潜意识的 用他父母教育他的方式 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那当然我们作为后一代 一定要就是 improve on our own generation 因为我们父母亲那一代 毕竟很多理念和资源 都是有限的 那我自己也是包括在内 虽然我们与孩子 不是隔代 而不是隔层的那个generation 更近一些 就和我们的孩子 与我们的父母 和我们更近 那个gap 更加少一些 但这种原生家庭的影响 在像隔代一样 我们所面临的 不仅仅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还有彼此原生家庭的不同 因为这还涉及到 一个culture root 一个根的文化的一个 aspect 因为这个根 有很多不同的一个 aspect 那这个文化 culture是其中一个 那与其他家庭相比呢 我们有两层不同 那么带来的问题和深度 可能就会多一些 那我们是怎么克服的呢 那有一个方法呢 我可以建议大家 如果you are in my shoes 就定期的该家庭会议 而且这个家庭会议呢 是不要受时间限制 同时最好不要有孩子 干扰下进行的 那英文可能叫做day night 但我不完全觉得 这是一个day night 因为day night的话 你还可能会有一些 初恋的一些 一些element在里面 那这个家庭会议呢 那完全是一种 就是交流 就没有什么 you know frosing or the cake 就没有那个点缀什么的 就是一个人和人之间 平等的沟通 不管你从哪个家庭过来 不管你是哪个文化 我们讲一讲 我们的矛盾 然后原因是什么 然后措施 怎么样处理 以后就会避免 那我们平和的 坐下来讨论 我们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行为 然后当时的感受 和想法是什么 对事不对人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对事不对人 因为对了人以后 就会伤害 有伤害的存在 和制造伤害 那尤其是父母 当年对我们的负面影响 这是我们潜意识上 很难摆脱的 那我们如果能够 跳出原生家庭 彼此重新审视和认识自己 那当深度了解 彼此背后行为的原因 而且这个有时候 是在再了解的过程中 一次两次 不一定完全能够理解 但是讲了多了以后了 你就会知道 它有一个pattern 那这个pattern 也就是一个模式 也就是它的 父母亲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是潜意默化 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的 只能就是互相理解 互相tolerant 这样就会慢慢很释然了 也容易被彼此接受 那更重要的呢 就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彼此不断地成长 就像我之前讲的 和孩子一起成长 有时候甚至是孩子的学生 所以逐渐完善了 自己的不完美了以后呢 尤其是原生家庭 带来的不完美 这是一个需要时间 然后需要就是 很多碰撞和磨合的 磨合的一个过程 很不容易的 是是是 我有体会 我的家庭也是有中西的 然后呢 我的一个妹妹 她嫁的是一个同村的人 然后呢 她俩是同村的 然后他们经常 经常那个吵架 比我们的马尔顿还要多 我们是 原始是家庭不同 中西文化也不同 我们也有很多冲突 但是我们可能 就像你说的这个建议 非常非常好 就是那个定期的交流 开家庭会议 这样可以化解矛盾 它有些都是 是很多不同的 是确实不错 对对对 而且有些矛盾 有些类像的人 他不一定会说 他是一点一点集起来 你不如果不真正的 真正的沟通的话 那到时候 就会太晚了 有时候 对 是是 您刚刚提到这个 隔代教育的话 那吴英 她好像是 她的孩子 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她可能有一些问题 要问你 吴英 你有没有 是的 因为我生孩子之后 也是有婆婆来帮忙 所以我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对 就是在国内 其实这个隔代教育 还是特别普遍的 很多长辈 都会帮忙看孩子 也就是所谓 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绝大部分人 都是要长辈来看孩子的 您对这个怎么看 隔代教育 怎么看呢 您对 这个在客观上面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问题 尤其是在中国 是很普遍的 那近几年的数据 显示呢 在中国80%的家庭 都存在隔代教育 那这个数据在上海 还有大城市 就显得更高 基本上都差不多 达到90%以上 那可以说隔代教育 是中国家庭 必须面对的一个 又是很客观的问题 那既然隔代教育 是很客观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很客观的来对待 那隔代教育 有隔代教育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可以就是 在这里短短的时间里面 比较开口的分析一下 这也是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系列讲座 那优点 我们讲一讲 简单讲一下 那首先老人对孙子孙女 都会非常的疼爱 尤其是在之前 独生子女的那个 那个policy下面 那现在没有这样了 那你就会看到有一些 稍微有一些 平和和平衡 那可以说老人家把 对自己的子女 对孙子孙女的疼爱 比对自己的子女更疼爱 有时候叫做就是 到溺爱了 对对对 然后因为这是老人家 重新体验那个 孩子小时候的一个过程 所以第二次肯定 比第一次更加 更加有经验 所以他们也是很 珍惜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有利于 和孩子间的一个安全的 情感链接的关系 那老一辈年纪大了 那可以说把生命 也差不多走到尽头了 所以但是孙辈 所以孙辈是他们血缘的 一个延续 英文叫做legacy 所以他们在竭尽所能 给尽宠爱 这就是任何保姆 或者是除父母之外的 看护人和监护人 无法给予的 也是因为这样子 在中国隔代亲 是一个很常见的观念 你像很多很多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微信里面 讲的全是 他们的孙子孙女的故事 我现在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 那个老人家的一个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亲自讲座 我手上有好多个 好多个老人 都会愿意分享 那其次呢 相对新手的妈妈 老一辈 他们觉得经验更丰富 那新手爸爸妈妈 在孩子出生后 会有点手忙脚乱 尤其是 尤其是教育程度 越高的家长 他们还 那个家长 他们的工作会越忙 那他们不知道 如何从比较微观的角度 来照顾好 刚刚出生的孩子 刚刚出生软弱 脆弱的一个孩子 回想自己 他刚出生的那一会儿 抱孩子的时候 弯腰驼背 生怕 生怕不小心伤到了孩子 所以 所以有老人在旁边的话呢 心里 父母亲的心里 就很多时候就更有安全感 就更安定了很多 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优点之一 让父母亲 对爸爸妈妈少一些忧虑 焦虑 那另外呢 新手爸爸妈妈 一般的事业刚起步 压力比较大 那很难有剩余的时间 更不用说充足的时间了 那基本上充足的精力时间 在陪孩子是根本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很多时候 那相反呢 长辈已经没有职业上的压力 很多父母亲都已经 我说的爷爷奶奶 外公都已经退休了 那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 有质量的时间和精力 专心的照顾孩子 尤其在生活饮食上 有更好的质量 那对于双职工家庭 和有经济压力的家庭来说呢 父辈的帮助 能够解决燃眉之急 那最后 如果三代一同住在 同一个屋檐下的话 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可以将中国民族的 尊老IU的传统 继续的传扬下去 如果我们尊重父母 孝敬父母 言传身教 那我们的孩子 也会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也更容易的 有一个安乐的晚年 这是基本上 我们就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优点 其中的几个优点 那缺点呢 那首先 隔代教育 意味着我们和上一代 会有教育观念上 很明显的差异 尤其是 出了国的父母亲 如果你把父母亲 从中国再带过来的话 这个冲突会更大 因为你们在不同的文化上面来 来co-educate your children 就是同时教育的孩子 那两代人的教育理念的冲突呢 势必会引起家庭矛盾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这个也要很客观的接受 那比如说 我们这一代 会要求孩子更独立一些 更加有创意一些一些 更有想法一些 更有想象力一些 会要求孩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穿衣服 穿鞋子等等 吃东西 在我们家 我都这样 尽管他们会 弄得乱七八糟的 但是至少他们是自己做的 孩子是从小自己做的 但如果有老人在身边的话呢 他就会很唠叨 唠叨久了 父母就很烦 对吧 我们大家都是 human being 很多negging的话 我们会觉得 非常非常 stressful 所以老人带孩子的时候呢 只要是自己能够做 他们都会替孩子做了 所以这样就成了溺爱 然后我们呢 作为我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这样会把孩子惯坏的 那其次呢 老一代 他确实会在物质上 在material方面 会溺爱孩子 忽略了孩子 他根深蒂固的成长的一些要求 我们的上一辈 都处于一些物质 比较平凡的一代 有一些 有一些非常非常棒的父母亲 到了美国 到不管是哪个国家 全额奖学金 但是实际上他们过来的 那个背景 都是在中国的时候 有一些是在非常贫困的山村出来的 很优秀的学生 那就不能在物质上面 有很大的一个 一个极大的丰富 就是他们这些父母亲 那老人家呢 可能会因为觉得 当时以前 没有满足孩子物质上的要求 或者没有这个条件 来满足孩子物质上的要求 而在孙悲身上补偿 拼命的补偿 那孩子要什么就买什么 相反在孩子的成长上呢 由于不了解孩子的 一个阶段的心理发展特点 尤其是心理发展特点 小心翼翼的保护着 生怕磕着碰着 由于体力的关系 他们也不愿意多让孩子 或者多带孩子出去玩 而是宰着家里 这对孩子的成长 其实是很不利的 因为孩子 在我们家呢 我们是很主张孩子的 outdoor education 就是多和nature 多和大自然接触 好的 谢谢李老师 分析的特别特别到位 其实我也是身有体会的 因为我生孩子之后 也让我婆婆来帮忙 然后她在生活上呢 确实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 像洗衣做饭呀 做得特别好 我跟我老公都不擅长做饭的 她来了之后呢 我们都吃胖了 而且另外一点呢 我是刚生孩子什么 都不会喂奶 都不会喂奶 喂奶 我真的是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喂她 才能够吃得好一点 然后也不敢给孩子洗澡 因为她太软了 我不知道怎么抱 我也不会换尿布 我不会换尿布 我是等我婆婆 就是教了我一阵之后 我才开始换尿布的 因为孩子太软了 我不知道怎么拉她的手脚 她们是不是还从中国 带了很多开裆裤过来了 对对对 带了好多来 我都不会都不会 就是还好 因为我婆婆在 就是一样一样的教我 我才会慢慢学会 照顾自己的孩子 当然了 这个是好的地方 通通呢 我们也是有的 在教育观念上 尤其比较就是比较严重 因为我是希望 我婆婆多带孩子出去 我婆婆就不行 她就想在家待着 哎呀 带孩子在家里 最好那么小出去干什么呢 能看懂什么呀 比如说看书 她也会觉得 哦小孩那么小 看什么书呀 这些都不是不必要的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观念 总之呢 可待教育就是 像你所说的 有缺点和优点 但是另外一点 我好奇的是 李老师的老公是美国人 就是在美国也 存在着可待教育嘛 外婆或者奶奶 带孩子的时候 会有什么文化上的冲突吗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我在之前有一个电台的一个应邀讲到 就是说美国和中国 就西方吧 完全是美国 还有欧洲的一些家长 他们在这个隔代上面是怎么分析的 我当时也跟他们讲到了 其实在每一个文化里面都会有隔代的老人的参与 那肯定会有文化上的冲突 尤其是在有多文化的家庭里面 中期结合的家庭里面来说的话 那美国的老人他比较独立 他和子女住在一起 帮助照顾孩子的情况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除非他有一个中国的女 那个媳妇 那中国的媳妇可能会 不会介意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 但如果是 完全是那个 foreign 那个parents的话 他们可能会介意 那即使住在一起的话呢 有一段时间 在育儿上老人呢 他是比较尊重儿女的育儿方式 就是在居住一起的这个短暂的时间 比如说他帮助 中国的媳妇过来坐月子 他也会非常注意这个 这个空间和这个时间的一个界限 而且他不会怎么太逆耳孩子 当然他会有一些那个 那个American grandparents 也会很逆耳孩子 尤其是从物质上面 他们觉得呢 养育孩子是父母亲的责任 那因此他不会就是 刻意的去干涉很多 就不会怎么唠叨 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 就不会怎么nag 那陪孩子的时候呢 他比较注重自己的时间 他也知道 就是说我这个时候 使给我的grandchildren的时间 然后到了这个时间 他就要回到他爸爸妈妈身边了 所以我和我的婆婆 也会有很多那个差异 在育儿观念上面 因为他毕竟是有一个 不同的原生家庭 教育出他的孩子的 教育出我先生的 所以比如说 我比较注重文化上的根的一个概念 那我的孩子有六国的血统 那我带着我们的孩子 我全家人都去了 这六个血统的国家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根 对吧 除了中国的根 还有其他文化和血统的根 那他们家呢 就我婆婆那边家 他们的孩子 其他的孩子的孩子 从来都没有想过说 要带他们去自己的ancestor 是祖先移民到美国 来之前的国家 然后他们觉得这样 又是花钱 又花精力 而且会很uncomfortable 因为出远门 到了不同的国家 他们觉得很stressful 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这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例子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好的 谢谢您的分享 我在美国居住的这段时间 也发现 美国老人还是普遍比较 就是独立生活的比较多 也很少有老人帮助孩子 就是帮助子女来看孩子 那就是综合上面您说的 就是隔代教育的 就是优点和缺点 您想给就是中国这些年轻人 有这隔代教育的年轻人 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尤其现在 在二胎政策出了以后 这个隔代教育就更不可避免了 因为我们呢 而且还要学会 就是年轻的家庭 尤其是年轻的父母亲 要学会很客观的接受这个事实 而且更好的利用上一代的资源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 作为父母的养孩子的责任 还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不要试图依靠着孩子 去教育孩子 老人去教育孩子 老人主要的是在生活上给出一些辅助 那所以我们要明确我们的立场 统一的教育战线 传授给父母的你的教育观点呢 在你外出时呢 就能够让他们执行 并且呢 让他们就是 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一个渠道 比如说告诉你 他孩子今天做了什么 学了什么吃了什么 然后这个时间表什么时候睡觉的 这样子的话 你就知道父母亲就和你有一个同步的一个进行 就算你不在家的时候 那其次呢 隔代教育引起的家庭矛盾呢 是肯定不可能不可能避免的 那我们要尽量的做到的就是想办法怎么解决 然后就是怎么样减少和避免和缓冲矛盾 如果矛盾产生的话 所以为此我们刚才之前提到的 可以把家庭的会议变成一种常态 然后我们可以一周呢 开一次家庭会议 然后把所有的矛盾呢 用本子记下来 然后老人一天到晚呢 他们看孩子可能会觉得 有时候经历上会很draining 很无聊 有时候经历上也有限 那我们应该给孩子呢 有一点给老人 我老说孩子 实际上老小老小都差不多 我们应该给老人独处的时间 就让他们有个自己的一个活动的空间 时间和空间 然后和朋友 他们的朋友们有见面聊天的时间 不管是在线还是线上还是线下 我们可以让父母亲 比如说去跳跳广场舞 去运动运动 运动是非常好的减压的一个方式 然后有些老人 他们喜欢去和朋友喝喝茶呀 喝下午茶呀 广东老人 然后放假了以后一起去旅游啊 然后让他们在心里有委屈和抱怨的时候 有同龄人来倾听 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怨气和情绪 全部留在家人的身上 留在家里 也不会同时都发泄在孩子和家人的身上了 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疏导 情绪疏导的一个方式和时间和空间 这样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帮助 我们带好孩子 维持家庭的和睦 其实可能这个奶奶和外婆 妈妈的角色更重要 英语叫做 有几个家庭说 Happy Wife Happy Family 就是母亲和外婆和奶奶 就女性在家里的那个作用特别重要 就你基本上作为妈妈来说 你就基本上定了这个家庭的这个Tone 就是 就这个调 就像我们弹钢琴似的 这个大概的一个调 就是由这个家里的Female来定的 好的 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受用 特别受用 对于我们来讲呢 就是您讲的一点 我都特别感动 就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经常想到的是我们自己 觉得长辈这个教育观念太过时了呀 长辈没有按我们的教育方式来呀 觉得这个长辈理所 当然就应该去看孙子孙女呀 但是我们就很少站在这个长辈的立场 去考虑他们的需求 就如您所说的 就是我们还是要 需要给老人更多的私人空间 有了矛盾的时候呢 也要一家人共同解决 比起批评来呢 也要肯定一下老人的牺牲和付出 那站在您的立场呢 您是支持长辈参与育儿 还是更喜欢自己全权负责养娃呢 这也是一个debating 我刚才说的 讲到养娃的主要主要主要 在我们自己身上 尤其是我们陪孩子一起成长 建立起来的这个亲密的亲子关系 很多程度上都要有我们自己的一个investment 就是我们给孩子的 待的时间一定要非常invested 但我会有选择性的让长辈参与教育孩子的过程 利用他们的强项培养来孩子 比如说我的父母亲 喜欢唱歌跳舞 然后卡拉OK 然后我的父母呢 他们有很多兴趣爱好 尤其是我妈妈他口风琴 那个陶迪 我爸爸喜欢拉二胡 喜欢写书法 然后这些都是非常 对孩子来说都有非常自己的影响的 这些强项完全可以 就是正面的引导孩子 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那另外在他们的互动中呢 他们也可以培养和孩子的感情 给予孩子更多的心态和安全感 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可以创造让父母亲老小出去旅游的机会 因为旅游可以增进彼此的理解 可以建立更深的感情 同时能够在一个不同的环境和空间了解对方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个adventure 一个探险的机会 看来长辈要不要参与 我们还是要有选择性的让老人参与 对不对也是要把握把握一个度 就是不管是 得带教育还是跨文化教育 李老师的解说都非常精彩 让我们学到受益威胁 那感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 哎呦孩子开始闹了 没事没事 那个今天的主题呢 我们那个李老师就与大家相谈到这里 下面呢把时间留给大家 有什么问题就赶快问啊 这是我一个专家哟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先问一个老师 问一个问题老师 嗯 请说 啊 就是因为我的孩子以后 可能会在西方长大 在这种文化下 那我们可能就是对 对本土的美国人来说 就是亚裔孩子 那我们的孩子 怎么能够在美国的社会中 得到认同感 这个我有一点点忧虑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那我们也知道 现在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 美国最近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 也是比较sensitive的 那孩子的认同感 是来自于父母亲的认同感 对自己的认同感 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握自己的一个位置 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那实际上呢 在美国呢 其实我们说是移民国家 他们就是这边 基本上我们的文化和历史 很多都是在亚洲欧洲那边过来的 就像一个melting pot 那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中的社会认同感 是一个searching self searching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就是亚裔的孩子呢 在和父母亲的沟通中 应该能够就是感受得到 父母亲自己在这个 在这个多元文化的认同感 那当然 在美国他的 他有很多很多 根深蒂固的一些问题 这是我自己 自己的感受 因为我在亚洲和欧洲也有 也有生活过 他有很好的资源 然后也是一个经济大国 所以在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 有很大的competitive 就是很强的竞争性 但是 由于有很多 不同的那个 inequality 所以social justice 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就社会的一个平等 和社会的一个 一个justice和和平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所以要在这个社会 有一个比较confident 一个很平衡 健康的认同感的话 那要从你自己的内心出发 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 和将要去到哪里 这都会在潜移默化的来影响孩子 他对自己的一个认可 以及自己在家庭的认可 在他的社区的认可 以及到社会的认可 所以都是以一个 从微观到宏观的一个过程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且 在美国的种子 其实也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孩子和家庭会很sensitive 很敏感 其实这也是有我们的原因的 有时候你如果觉得真的是 受到不同的待遇的时候 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社会认同感 没有被validate 没有被认可的话 这其实也是 也是为什么问题存在的一个原因 所以有时候 enough is enough you have to speak up for yourself 你要就是把你自己觉得 不公平的地方讲出来 尤其是在亚裔家庭 和家庭之间 大家能够就是有一个比较 open的communication 很重要 就是同样的亚裔的孩子 和家庭要互相的支持 而不是就是把彼此作为 作为竞争的对象 或者是敌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亚裔社区的 强大的一个认同的一个基础上 孩子们才会以自己的社区为荣 以自己的社区的关系为荣 因为他会看到 在我们亚裔社区的家长 他们是怎么样保持自己的 一个健康自己的关系的 从而在他们孩子和孩子的关系之中 体现出来 所以还是要随时以身作折 知道我们怎么样把握好 自己在这个社会主流 美国主流社会的那个 自知感和认同感 这个也是可以打得很多的 谢谢 你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育儿方面都可以 因为不仅仅是隔代 或者是跨文化上的 看看大家有什么疑惑 或者你有什么例子 你觉得想分析一下的 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 有有有 不好意思 刚刚娃一直在闹 刚刚为了个奶 我打开一下这个视频 没关系 谢谢李吉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些 很受启发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 可能是跟这个多文化背景下 语言教育相关的一个问题 之前 之前几期的时候 您在提问题的一个环节里边提到 您来自一个多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然后在孩子们语言教育的过程当中 也支持这种多语言的教育 所以我就想知道 在多语言的教育过程当中 应该注意些什么 以及要避免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我跟我先生长期在波士顿居住 我们日常 主要就是讲中文 然后我们俩还是有信心 把中文跟英文这两样语言教好的 同时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可能给宝宝再教一个西班牙语 或者法语这样的一个语言 但是呢我们平时不说这些语言 而且我们其实根本就不太会 但是又想教他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想请教一下您 很好海燕 这个问题我当时 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 我有提到一点 而且语言的学习 对孩子的大佬非常棒 尤其是在最开始的几年 尤其七岁之前 我也是就是尽量让孩子 能够多有不同的一个文化的 一个exposure 那多元语言的教育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我们以后也会看看 抽时间把它做一个系列的讲座 如果是已经有了一个母语 比如说中文在家里讲的话 那是最好的 比如爸爸妈妈他们跟孩子 就讲中文 然后孩子在学校里讲英文 那这是不可避免的 除非他们有中文课 那他们还有一个 学中文的讲中文的机会 但我尽量就是跟我两个孩子 我不管他们听不听得懂 因为我们还有手语 还有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嘛 所以他孩子他比较就是 喜欢去比较 看家长的肢体语言 所以他在听到父母亲讲这个话 然后又看到动作的时候呢 他就慢慢的就学到了 这个中文讲的意思 他不一定完全理解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或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但他知道这个 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在做什么 所以尽量让父母亲 还有自己和先生 都跟孩子讲中文非常重要 因为中文其实不容易学 他首先和英语是一个很不同的语种 所以能够讲中文的孩子是非常棒的 他就像弹钢琴似的 你又要搞拼音 又要用意思 然后又得用那个 如果是台湾的朋友 所以很多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 美国人或者是讲英语的家庭孩子 学中文的话 他们其实也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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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学会的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中文学好 所以我们应该对自己 能够让孩子学到中文 同时自己又能够讲中文给孩子 而感到骄傲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种 能够讲 就尽量讲 而且 有时候你如果 觉得孩子他实在听不懂 你可以把一些英文的单词加进去 但你这个句子还是中文的 还是Thingle似的 在我们家就这样子了 然后我跟我先生有时候讲中文 他不管他听不听得懂 他反正也是像孩子一样的 也得学 然后这样子 他学起来 其实有时候也很快 那还有就是法语或者西语 因为我们在欧洲的时候 你像在有一些国家 很多孩子都会讲法语 所以我是比较偏向 想让孩子学法语 但孩子又学了西班牙语 因为当时我们 我在Mexico 在墨西哥的时候 有待过一段 然后我也挺喜欢那边 然后孩子在那边待的时候 也慢慢的也学了 但是这个环境 就是一个最好的老师 他在一个环境里面的话 你不管教不教 不管他说不说 和外界的人和小朋友玩 都是讲西班牙语 他们也不会讲英语 所以这个immersion environment 非常重要 然后 这两个语言呢 又同时 又更靠近英语 对吧 所以孩子呢 就在这个三个语言之间 不管是选择哪个语言 就在中文 西班牙语或者法语 和英文之间跳动的话 实际上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 transition 因为他 在学第三种语言的时候 他又要考虑到 英语和这个语言的关系 和中文和这个语言的关系 也就是他大佬 要同时 要进行三件事情 所以 所以为什么说语言 对brain development 非常非常有益 就是因为他可以 从不同的语种 跳到不同的语种 同时呢 他又要用不同的语言 来想问题 那比如说 你要用英语来想这个问题 用中文来想这个问题 他的文化背景 就不太一样 对吧 然后你再用 法语和西班牙语 来想这个问题的话 又要有一个content 又要有一个背景 来参照你现在讲的东西 和你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比如说我们 我们的朋友 就我的那个 小朋友和我自己的朋友 有讲各种语言的 还有讲hebub的 就是那个 西伯拉语 犹太的朋友 那我们 有时候 因为我教了很多 犹太的学生中文 所以我还带了他们去中国 所以他们也会 在跟我孩子的过程中 教我的孩子 西伯拉语 所以这个语言 也很有意思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你和你自己的朋友圈 是怎么沟通的 然后 你的朋友圈 就变成你孩子的朋友圈 因为他们也有孩子 对吧 所以就尽量的 让他们创造机会聊天 然后有时候 就可以给他们 提个建议 今天我们就用 西班牙语来聊天 然后 如果听不懂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就是 写下你的问题之后 然后再慢慢的学 但不会就是 刻意打断他们 对 所以这个也是会 讲的很多的 我不想讲的太远 但是到时候 我那个微信和那个邮件 应该会在推文里面 显现的 我那个微信的话 就是16176526600 就是这个微信 那有时候可能很卡 很满 邮件是最好的 就是Lily Mom Love You 然后number2 at gmail.com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再继续在那里探讨 因为我现在也想 把这些全部综合起来 这样子的话 可以 答以 就解答很多 很多家庭 关于语言学习的问题 对 就是Lily 然后MOM L-O-V-E-Y-O-U 2 at gmail.com 就数字2 at gmail.com 然后微信就是 16176526600 对 对都可以 然后那个 Oriva会在那个 推文里面会显现的 但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好 因为这的确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而且 而且也会 让孩子在这个 学习语言的过程中 带来很多 就是给家庭 带来很多快乐 因为很多时候父母亲 也学会了孩子 唱的这些歌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 亲子 亲子一个主题 因为学一个文化 你就要学很多 很多关于这个文化的 这个层个面嘛 所以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最终 你就到那个 语言的国家去 全家一起去 那多好玩 对吧 我有 那个谁海燕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 学法语 或者是 那个西班牙语 因为我老公的 祖籍是法国人 所以呢 我希望我的孩子 学法语 然后学西班牙语呢 又是因为 美国的第二个语言 比较流行 所以我也很希望 我的孩子 学西班牙语和法语 然后呢 我是大致想怎么做的呢 我给你说一下 我想怎么做的 好 就是 我是这样操作的 这规划 就是三岁之前 我跟我老公 把他 让我家的孩子 熟练 中英 熟练中英 就是中英 基本上是他的 最舒服的语言 三岁之前 因为这个语言 如果过了三岁之后再学 你再学的多么好 那个 accent 他已经没办法去改变了 但是呢 我所掌握的就是 能够如果三岁之前 把中英学的非常棒 这就是第一要意 但在这之前呢 三岁之前 我会播放一些 法语的儿歌 或者西班牙的儿歌 作为背景 这是我目前给他做的 就是我不会说 我老公也不会说 但是我会播放 播放一些这些音乐 这是三岁之前的 我的目标是中英 非常好 那个西班牙语 就跟法语只是作为音乐 让他有一种感知 这是我第一要做的 第二个呢 我本来 这是本来要打算要做的 结果被移情打断了 就是我第二个要做的是什么呢 图书馆有那个西班牙语的 和法语的 声音浪 就是他们面对面的 跟你唱那个儿歌 是用那个西班牙语 或者法语唱的 我本来想打算带我宝宝去的 结果由于移情 没有去成 这个呢 因为他是在互动 他跟听背景音乐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就打算做这个 等移情过来 如果是安全的情况下 我可能会保持这个 作为一个日常常规 这样做 然后第三个呢 因为我会请我们家的 baby sitter 因为我基本上是全职去看孩子 但是如果我请baby sitter呢 如果三岁之前 我大致想请的是中国人 因为让他可以说中文 然后如果三岁之后呢 我是会请西班牙语 和法语的朋友 来看我的孩子 但是他看到过程中 我会告诉他 你所有的语言 都要用法语 或者西班牙语 你可以有肢体语言 但是不能给他说英语 因为当然了 他们可能不会说中文 所以他跟我家孩子交流 可能就是英文 和他们本自己的语言 但是我给他说 你一定要用你自己的语言 跟他交流 如果他听不懂 可以用动作 那哑巴不会说话 还能交流呢 你即使不会英语 你也会 但是这是我对我的baby sitter 会有这样的要求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刚刚那个李老师提到 我也会是这样 我也会尽可能去这样做 就是形成一个这样的朋友圈 就是有一些法语的朋友啊 他也会说英文 我可以跟他交流英文 然后或者是西班牙的朋友 他会说英文 我可以跟他交流 但是他本身也会说 他们自己本土的语言 然后我倒希望 他有的时候 跟他的孩子呀 或者是跟我们去做互动呀 会无意识到 在这种环境中 然后他们如果有 他们的文化 就相当于中国的春节 他如果能邀请我们去 去感受一下 带到这个里面 可能会很好 所以这是我打算 给我孩子要做的事情 当然了 目前真的停留在第一个阶段 听一些背景音乐呀 因为出不去呀 也不能听baby sitter 等等等等 因为 所以呢 这是 我也很希望孩子 跟你的想法是一样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 更细节的 可能我们以后 跟李老师更加深谈 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一些 那个具体方案 对对 非常好 对 非常好 文静你讲的这三个建议 非常棒 而且就是说 像我们双语家庭 真正想让孩子 再多接触 其他两种语言的家庭 并不多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理念 和价值观在一起的话 可以到时候 那个交流的深度 就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侧重点 更多的是 让孩子从深度和广度上面 来接触多元文化 而不仅仅只是 从一个肤浅的表面 那把语言学好的话 就是一个对文化 一个最重要的一步 学习多元 其他文化 一个最重要的一步 所以我也希望 以后的亚裔家长 能够多从这个方面 来注重孩子的发展 而不仅仅只是 从其他的一些 那个兴趣爱好的方面 是 好 李老师和文静 李老师 看看其他的家长 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我想问一个 可能稍微有一点偏题的问题 您是在牛顿 我们家小宝 在牛顿教过书 然后您跟我们讲一讲 牛顿公立学校 这个学区 它的特点 比如说它跟 远克森 或者是更远一点的 这种区 比如说像林肯 或者是Welsley 这样去比习 它会不会有什么特点 因为它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地域 所以我们就 对每个学区 就只是 只限于了解说 这个学校在 Great School上 排名是 打分是多少 但是具体的这个东西 不是很明白 就是我也不知道要具体的怎么样去研究一个学区 就除了说实际看这个学校之外 对对 你孩子很可爱 她也是一个小朋友 上学校混血儿 是不是 不是 她是中文人 OK 很像我以前小中文的一个小女孩 对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 你是在牛顿住吗 我不是在牛顿住 我现在在波士顿住 然后 我们在想买房子 但是 就是对各个学区 什么之类的概念都不是 还不是 就只有一些基本的研究吧 我觉得 我觉得它里面肯定有 更多就是分数以外的东西 对对 因为基本上很多亚裔的孩子 华人家庭他们选那个 住的地方很多看学区 但是真的千万不要只看打分 千万不要只看这个学区 它的升学率 这样子 尤其是在如果 仅仅是在这个层面来选择孩子 住的环境的话 会扼杀很多孩子的天性 比如它的语言天性 比如它的 很多其他的一些 一些那个 intuition 那 还有 牛顿呢 它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区 它有很多犹太人 对吧 然后现在中国人 也越来越多了 印度人也越来越多了 我当时在那边教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感触 因为当时是 我是被推荐去的 然后 我 我去了以后呢 我开始 都是有一个那个 honeymoon period 我后来 久了以后 我就会观察 其实里面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问题 你看最近牛顿 它作为一个town的话 它还有那个parade 对不对 就叫做 end discrimination in Newton 但从外人眼睛来 来觉得 牛顿应该是一个 很包容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怎么还会成为 就是主要的 主要的游行的 一个town呢 那这就有很多 政治背景在里面 那它的公立学校 的确是 非常非常有名 至少在 就是说在 在华人家庭 眼里面 还有Lexington 和Wellsley-Weston 因为都是按照学区的 那个学生去向来 来看的 但是 有些问题呢 有些 尤其是 根本性 实质性的问题 并不是我们 就是可以解决的 它有 有很多segment 像 像以前的那个 superintendant 然后还有就是 校长 他们有一些 呃 待的时间并不长 也有它的原因 而且我自己 还跟几个 就是 几个同事 还交流过 那当然就是说 他们 也许 如果是 呃 自己的孩子的话 他可能都不 他自己也不住在那边 他们都是从 外 外看过来的 但是就是说工作的话 工资会更高一些 对吧 然后待遇会更好一些 因为好的学区 基本上都会这样子 然后学校的话 也是非常贵 你看Newton North 北牛顿 是非常贵的学校 整个 整个那个学校 从建 巴菲 是基本上是 是很shocking的一个number 但是他竞争力非常强 孩子们彼此竞争力很大 压力很大 然后 父母亲呢 也是非常非常 well educated 很多律师 很多心理学家 很多医生都住在Newton 好 那无言下的话 这个就是 父母亲和父母亲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很educated的background 那这样就是对孩子 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必须要让自己 像父母亲那样子 延续他的那个 那个level of of inference 就影响力 但 但其实 更多的呢 我觉得 从就是当时工作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 我会让孩子在一个更平和的环境里面 就是如果 就是我的话 我会 我会在那工作 但是 我会 也许孩子在那学习 一段时间 但我觉得不会就是说 太长时间 因为孩子他不能总是绷得那么紧 我更愿意让孩子 就是在竞争力 不会那么大的一个环境下 取得一个平衡 就他的朋友 不一定就完全在那个学区 或者是在那个town 他的朋友应该 应该在学区之外 然后他了解和学习 其他的小朋友 身上的亮点 而不仅仅只是 在一个 绷得比较紧的 一个竞争的压力下 的一个圈子 因为孩子的圈子 他决定了他的心理健康 所以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刚才说 要让家长 设计自己的朋友圈 就是在跳出 自己的comfort level 自己的那个 比较 比较觉得 比较舒服的一个境界 来 来叫朋友 可以叫任何国家的朋友 不仅仅只是 砸在华人圈里面 而且如果 砸在学区好的 华人圈里面的话 你的 你的那个眼界 有时候会越窄 因为你 你接触到的 听到的 想到的都是 怎么让孩子 更加有竞争力 对吧 但当然 有些好玩的事情 比如说 孩子喜欢唱歌跳舞 他自己愿意 然后他又付出了努力 那你让他提供 这么一个机会 让他去施展一下 对不对 但就是在前提 就是说 孩子他的确 他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也愿意的情况下 然后 在学习方面呢 就不要给孩子 太多的压力 然后综合起来看 就是可以住在 也许不要太远 就是有些 他们去那个 学中文 不也是在 nearby town 学的吗 对吧 所以就不一定 尤其 不一定 在那个 town里面 你可以在 就是 你看Boston 也很近 对吧 不管去哪 都很近 所以 有时候 这个是有感染性的 学区 这真的是很有感染性的 就是一个学区 好大家都扎堆在那住 但实际上 实际上 对你的孩子 长远来说 并不是最好的 选择 这是我 这是我的想法 我这讲了以后 这些学区的家长 到时候都 都会觉得 我怎么跟他们 被咬完 但的确是这样子 因为我观察过 我也教过 这些学区的华裔孩子 我也跟他们 上过家长会 开过家长会 我也知道 他们 就是 觉得什么重要 什么不重要 所以这个侧重点 有的时候 他的取向不一样 也是和家庭的教育 背景 原生家庭的影响 他的价值观的取向 不一样而决定的 对吧 李老师 你不要担心 我跟你说 我举双手双脚 支持你的观点 咱俩的观点 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 我想跟大家 分享一点点 我的感受 关于学区房 这个我们前几期 讨论好多了 我为什么也支持 它的是 孩子选择一个 相对平和的环境 我说几点 第一个 我认为一个孩子的成长 它有几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 一些先天的基因 IQ 或者它的性格 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这个心理 就是这几个 然后呢 一流的学区 并不是适合 每一个孩子 那适合什么样的 我觉得一流的学区 它是适合 各个指标都很高 它的IQ又很高 它的性格很好 它的心理素质也很高 这样的孩子 才适合 如果你的孩子 这三高 这三高 我认为这是整体上 如果没有达到 这个要求的话 从长远来说 会给孩子带来 很多负面影响 比如 你的孩子 如果IQ不高的话 因为这个天生 肯定你会 我家的IQ会成长的 那会成长 我说咱是那个基本线 它基本上 还是很难定的 那在班里 它会中下等 中下等 长期形成来的 就是这个孩子的 自信心并不是那样高 它对他人生 并不是一个 好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他的性格 不好的话 那孩子 他的IQ很高 他的心理素质很好 但他可能学的很好 学霸 但是他可能是 孤僻不合群 那 对 如果是他的IQ 也很高 性格也活泼干朗 但是他的心理素质 没那么好的话 他嫉妒 那或者受不了高压 他的精神就会出现问题 我碰到好多人 后悔了 他就会 当时那都是一流的学生 最后精神压力辍学了 他就会说 我当时不应该嫉妒 谁谁谁 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就是这些不好的话 都会导致不同的情况 然后我还碰到过很多ABC 就是成年人ABC 就是他们的父母来自中国 他们在这边已经长大 他们是在一流的学期长大的 我就问他 我说 如果你有自己的孩子 当然他们 他们的现在 就是比我年龄差不多 他们还没再生 他我说 那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 在你所成长的这种 一流学期再去做呢 他们会说 不要去 死都不要去 他说不要那样做 得不偿失 这是他们给我们的建议 因为他们父母那种 就咱们中国的父母 当然都是学期要好 就孟母三千那个思想 孟母三千可能理解偏了 不只是 他是指强调环境 而不是说学区 环境不等于学区 孟母三千是给孩子一个很好的 舒适的 适合他的环境 而不是说好的学区 你可能现在咱们是理解偏了 就可能理解偏了 但不管怎么样吧 我不建议一流学区 选一个适合你孩子的 就在上一节还讲了孩子的压力 每个人他不同 适合他的那个最好的土壤 他会最有利于他人生的 最大化的发展 所以呢 我不建议 每一个孩子都选一流学区 其实有的人 就跟有一些富人吧 稍微富一些 他们就会买名牌包包 LV三四千美金的 然后去炫耀 但是真正富人 他不需要那些名牌去炫耀 所以呢 咱们一在哪个层次 就可能就会说 我孩子去上了 那个区域 所以真正的富人 真正的把家庭教育做得好的 他不单单的是学区 他是孩子的整体 所以这是我认为的吧 我跟那个李老师的观点一样 给孩子平和的环境 这我也是 从我的一直上去 对 你分享的 平和和那个平衡都非常重要 对对对 我讲这个主题之前 还真的得罪了很多家长 因为当时我们有 就是面试一些国际学生过来这边留学 那你知道在中国的家长呢 更加注重这个名校了 所以当时我给他们讲的非常直接 所以有时候 就是我比较直接的时候 就很容易得罪家长 他们觉得好像 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 但是 如果现在不选择适合孩子的 到时候孩子如果到了不适合的一个环境 不仅是学区 不管是大学 还是以后的人生 或者是嫁错人什么的 那到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以 所以我 我觉得 适合孩子的 就和文君讲的一样 是 才是最好的 所以 所以我 我之前的确是 讲了很多次 打了很多警钟 给一些家长 结果 结果后来他们没有听 后来 后来四年过程以后 我们当时这个 说完了 被一流的学区家长 会爸批死的 我跟你 图线上吧 也不能说是不好 他们的孩子可能适合 对 但是问题也很多 问题非常多 因为我 我当时 因为有一个 有几个案例 在牛顿学校 有几个华人的家长 当时开会 因为这个 也是一个很久的事情了 并不适合 因为孩子 当时就讲 他并不想 在这样的学区 但是是爸爸妈妈 非要到这样的环境 他说他更喜欢 以前他在的学区 而且他那边的朋友 会时间 会保持得更久一点 他们的友情 而现在到了 这个好的学区以后 大家都是比较 急功近利 然后很多时候 友情不是很单纯 而是在一个利益的基础上面的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 一些比较 比较 比较一些 比较浮化的一些基础上面 所以我 我这是亲自的 亲身的 经历过的孩子 这些转变 并不是说 哪一个好的 一个坏 因为如果不适合的话 就要早早的 就要有一个 预防的一个措施 那当然就是说 有时候 给了孩子额外的压力 你可以让孩子 通过这个压力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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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取了一些改变 但这个改变 有时候也是暂时的 所以从孩子的教育角度来说 心理健康 然后行为的健康 言语的健康 行动的健康 比成绩好更重要 当然成绩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要上 哈佛 马士理工的话 对吧 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因素 但现在更重要的 尤其是名校 现在也更侧重 就是non-academic的 那个factor 所以这也是 在这个教育的 这个reform和transform的过程中 名校注意到的 这些很重要的 这些因素 所以在这个 疫情以后的话 很多高校 我们之前还参加了 一个conference call 就是高校的一些改革 它也会更加 促中孩子的抗压能力 不仅仅只是看学习 有些学校现在 更促中这个抗压能力 然后才看它的成绩 是 那个李老师 还有一个朋友 家长朋友问 他说 您能不能推荐 您是怎样看待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 这个问题的呢 Where you can go to public or private school 对 这个 要看有些公立学校 比私立学校还好 对 尤其是要看 这个学区 它的 它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holistic environment 就是它的 ecosystem 它的这个 对 这个ecosystem 它就是像一个 像一个 鱼缸似的 这里面的这个 这个鱼缸 是不是干净 然后不仅仅只是有鱼 你还要有给鱼 鱼玩的那个 小草啊 小石头啊 这些都是那个 能够让这个鱼缸的 这个ecosystem 比较比较健康和 和 和干净的一个因素 然后 有了这些 补助和那个 foundation 在这个鱼缸里面 鱼才能 比较开心的 游玩 那也就是 同样的道理 就是孩子如果 他已经在了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比较好的一个 公立的一个学区 然后他自己 身边的朋友呢 和社区的朋友 他也合得来 也没有什么bullying 就是 就是那个 学校的那个 欺负 没有被欺负 因为很多时候 你在的学校 公立学校 他的圈子 也就在他这个社区的圈子 如果没有什么 大问题的话 然后同时 孩子又很开心的话 我觉得 没有必要 开车 到其他的地方 去上私立学校 那当然 他同一个镇 也有他的 好的私立学校 也可以看看 这个私立学校 比如说 是不是偏向于 孩子的兴趣爱好 是不是他这个学校 更侧重于音乐方面 然后孩子在这个方面 会有更加专业的老师 如果孩子以后 想走这条路的话 那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考虑 就是侧重点 比较 比较 intentional的私立学校 但如果仅仅是 考虑到孩子的 overall well-being 整体的一个 一个well-being 或者是他的 他的整体的学习状况的话 如果没有 特别的一个 侧重点的话 我觉得公立学校 是可以的 但当然 公立学校 他也有公立学校的问题 有很多red tape 因为我当时 就在公立学校教书 但我在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都教过 而且我教的 都是非常棒的 私立学校 然后还有 在大学也有教 所以我基本上 就是幼儿园 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 还有adual education 成人教育都教过 私立公立都有 在欧洲 亚洲 和美美都有 所以我觉得 私不私 公不公 最终还是在 你自己 对自己的定位 如果你觉得 没有必要 去花这个钱 和这个精力 然后这个时间 然后你自己 也能够 comfortable with what you have 就在这个 公立学区的话 那就 那实际上 也就可以了 因为 最重要的是 让孩子 能够有一个 平和的环境 然后有一个 比较健康 积极的环境 如果是私立学校 虽然是非常好 但是他不能保证 孩子感觉到 这个环境的 平和健康 和舒适 舒服吧 就孩子觉得 comfortable 他不会觉得 就是总是会 有这个被欺负的 可能性 或者是被歧视的 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 比其他的那个 因素 会更重要一些 尤其是从国内 来的一些 国际学生 父母亲 也不在身边 有时候真的是 蛮可怜的 然后他们又 要死撑着 父母亲的面子 告诉大家 我去了这个 前几年的学校 结果进了以后 问题就很多 因为我有参加过 很多这样的 就是last minute 的conference 就是关于孩子的 行为 行为出了状况 这些是孩子 不在父母身边 的情况下 出现的状况的 所以 所以孩子的父母 最重要的是要 和孩子有个 很open 和honest 和direct 很直接的沟通 然后知道 孩子在这个环境里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的感受是怎么 这个才是所有的 决定的基础 是 是 好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脱糖了15分钟 所以呢 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 我们以后会把那个 拖文发出来 可以跟咨询李老师 好不好 今天咱们的直播 就到这里 再次谢谢李老师 再次看看 还 就是抽出 百忙之中 抽出一些时间 与我们交流 谢谢 谢谢 好的 回头我们再交流 以后 再见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